如果金石皇陵已经让你足够惊叹,那么轰动全球的三星堆文明也一定能让你为之动容。 造型奇特的巨大青铜丽人像,十分诡异的大型青铜神术,还有令人毛骨悚然的戴观纵目面具。 那么三星堆文明究竟是什么?它到底有哪些神秘之处呢? 今天我们穿越千年的历史风波,去探索这神秘的三星堆文明。 都在说三星堆,那么三星堆遗址究竟在哪呢? 三星堆位于四川省广元市西北部,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,是在西南地区发现的范围最大,延续时间最长,内涵最丰富的古代文化遗址。 距今已有五千至三千年历史,被誉为二十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。 而三星堆遗址的大规模发掘还得追溯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。 时间回到1986年的7月,在四川成都的月亮湾村,有一批烧砖的农民在产土的过程中,挖掘出了许多破碎的玉器和青铜片。 有点学问的人一看就知道,这很可能有一座类似于古墓的东西。 于是马上报告当地考古部门,当地考古部门接到消息后,就马上组织专家对月亮湾地区进行考古发掘。 但是这一发掘,却大大出乎专家们的预料呀。 在挖掘的过程中,专家们并没有发现所谓的墓葬坑,就连棺材、海谷也都没有发现。 于是专家们断定,这并非是一座古代的墓葬,而接下来的发现却更让专家们大吃一惊。 那就是,在这些发掘的大坑中,出土的东西年代相当久远,距今至少有四千多年的历史。 如此久远的古代遗迹究竟是什么东西呢? 也就在大家疑惑不解的时候,更让人吃惊的事情发生了。 专家从地下挖出了一个巨大的青铜丽人像,而这青铜人像像是被人故意破坏的一样,已经很明显地分成了两节。 腰部和背部都有明显地受到重击的迹象,底座的托盘都已经被破坏得严重变形,而在其他的坑中发现的文物也都有被破坏或者被焚烧的痕迹。 许多玉器和青铜器碎片都散落一地。 按理说,这些文物都深埋在地下,不应该被毁坏得如此严重啊,除非是在墓葬之前就已经被人为破坏了。 那他们究竟为什么要破坏这些文物呢? 文物遭到破坏还不是最奇怪的,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这些文物的造型,而其中最为知名的就是这件著名的戴观纵木面具了。 它宽1.38米,高0.645米,为世界上年代最早形体最大的青铜面具。 而且它的造型确实也叫人不好理解,这青铜面具是怎样的呢? 它眉间上条,双眼斜长,眼球呈极度夸张,呈柱状,向前纵突伸出达16厘米。 双耳向两侧充分展开,短鼻梁,鼻义呈牛鼻状向上内卷,口阔而身,口缝伸长上扬。 似微露舌尖,做神秘微笑状,什么人才能戴这么大的面具呢? 它的造型又为何如此独特? 很多人都说这恐怕不是人间的东西,种种猜测给这个青铜代观纵木面具,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。 考古学家本以为这是偶然发现,却没想到在以后发掘的文物中,所有的东西都是这么让人难以理解的造型。 青铜丽人像也是这个样子,青铜丽人像通体高度达2.6米,手大的离谱,而腰又细得不像话。 这和正常人的身体比例完全不一样,这就更加坚定了许多人说这是天外来客的说法。 除了青铜丽人像和青铜代观纵木面具之外,专家还发现了一棵巨大的青铜树和一些海贝。 经过专家复原青铜树之后,发现这些海贝原来是挂在青铜树上的,而这海贝可是海里的东西,四川地区距离大海这么遥远是怎么来到这里的呢? 而且青铜树造型起义,分为上中下三层,每一层还有三只鸟,一共九只鸟栩栩如生地立在青铜树上。 这种种迹象都让人匪夷所思,无不像我们透露着一种神秘的色彩。 更让专家感到吃惊的是,在他们发现的所有青铜文物中,青铜制造记忆已经有相当成熟的水平了,甚至已经超过比三星堆文明还晚一千多年的商朝。 难道在四千多年前就已经有人掌握了这项高超的青铜冶炼技术,又或者是真的有外星人来帮助他们? 那这个曾经辉煌一时的三星堆文明,又为何会在时间的长河中说消失就消失了呢? 三星堆文明的种种疑惑一直困扰着考古专家们,直至二十一世纪初才缓缓揭开他神秘的面纱。 原来有一个叫杨干才的学者喜欢旅行,结果在中缅边境上发现了一个令人惊异的村寨。 在这个村寨居住着三百多人,我们称之为阿卡人。 这个村寨非常落后,还过着原始部落一样的生活,似乎关于三星堆所有的谜团都能在这里找到答案。 首先,青铜立人像在阿卡人做的棺材板上得到了证实,阿卡人做的棺木盖上会砍出一个人形,而这个人形形态十分诡异。 根据学者的描述,阿卡人砍出的人形图案和青铜立人像极为相似,甚至惊人地吻合。 而在阿卡人的寨子里也发现了大量的海贝,这种海贝和三星堆出土的海贝几乎一模一样,都是背面经过打磨,还特意开了个孔。 在祭祭的时候也被挂在树上,您看,这是不是和挂在青铜树上一模一样呢? 海贝和人形图案的发现,似乎让神秘的三星堆文明一点一点解开它神秘的面纱。 而在三星堆出土的青铜代观纵木面具也在三星堆找到了源头。 按照阿卡人的史诗传说,人和鬼本是一娘所生,但是由于某种原因,人和鬼就分家了。 分开以后呢,由于鬼好吃懒做,所以经常出来吃人的东西。 后来阿卡人和鬼就因为争夺食物发生了战争,最后阿卡人被鬼打败,于是阿卡人为了报仇就到他们的天神,也就是阿卡人的地带祖先那里去告状。 天神为了制约这些鬼,就派遣自己的坐骑来帮助人们。 这个坐骑是一只名叫阿吉的神鸟,但是这个阿吉是一个瞎子,天神为了阿吉能够帮助阿卡人,让他们不受鬼的侵扰, 就把自己的眼睛给了神鸟阿吉,而这个安上去的眼睛可不得了,只要被这双眼睛看到的鬼会立刻化为乌有。 神鸟阿吉拯救了阿卡人,所以阿卡人就崇拜上了这种鸟,和这种伸出来的长条状的眼睛。 根据专家推测,三星堆的这种青铜带观纵木面具,或许就是阿卡人崇拜的神鸟, 而那种长条状的眼睛,也许就是阿卡人对天神的一种敬畏理念。 也有人认为,在阿卡人遭受敌人侵犯的时候,是天外来客来拯救了他们, 还教会了他们高超的青铜冶炼技术。 阿卡人为了纪念他们,就把天外来客的战斗机制作成了神鸟的样子。 后来,敌人再次来犯,阿卡人又被打败,结果宁为玉碎,不为瓦全。 阿卡人就把这些东西给烧了或者埋了。 还有人认为,天外来客觉得自己将这个高超的技术交给阿卡人是违背天意的, 于是就将阿卡人的文明给摧毁了, 把这些包含隐秘信息的东西也都烧毁了,埋了。 但是这些也都只是没有根据的传说,不能作为考究历史的证据。 不过呢,现在的阿卡人依然设置了很多鸟的符号, 而阿卡人在门上最多设置了九只鸟, 这与青铜树上的九只鸟又吻合了。 而这种种迹象表明,三星堆和阿卡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, 阿卡人似乎就是三星堆文明的后人。 三星堆文明的发现,无疑是世界性的大发现, 他对探索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的起源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。 他还有很多谜团需要我们一一去解开, 而这又需要我们保持一颗勇于探索的心。 相信随着三星堆文物的进一步发掘, 终有一天我们会解开它的所有秘密。 我们下期见。 谢谢观看